早知道我們主要是看那個測驗的類型 現在來看看老師有什麼東西 是當做教材的 你用教材有哪些類型 記不記得老師以前我們有一段時間在推特的教材數位化 你記得那時候都怎麼教老師 都教老師要做網頁有沒有 奇怪餒 我是來教學又不是來教網頁 為什麼我要用做網頁的方式來做 Office的檔案可不可以當做是教材內容 可以啊也沒有規定一定要做簡報嘛 你用Excel的用PowerPoint可不可以 PDF也可以啊 反正都是數位化 所以OneNote因為他跟Google雲端粒點結合 所以呢只要雲端也看得到的他都OK 看不到的你就下載下來 好這個比較特殊的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個 也沒有可能拿影片來當做教材 有可能 所以當然沒有問題 影片點進去就有 好所以我在這邊play的時候 The map of the world is a lot stranger 你有沒有發現我並不是從頭開始看 這個是從頭 有的他會從那個 如果你有看過的話他會從你看過的地方再繼續 好看過的地方再繼續 那這是第一種 那我們早上也有提過不是有那個筆記功能嗎 這個是OneNote裡面一個特色 好這是第一個 那如果說你在看這個影片之後 這裡有完成條件這沒問題 那萬一你在看的時候突然晃神怎麼辦 有啊有時候不小心會晃神一下 比如說我看到這邊 然後呢 剛剛跟同學講話忘記了 剛剛跟同學講話忘記了 上面倒對十秒鐘 老師抱歉 揍你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晃神一下 趕快按一下 又可以繼續了 好又可以繼續了 這是玩那種比較好玩的地方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有沒有可能你的教材還是網頁文章 有嘛 所以我只要把網址放進來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齁 所以這個也可以用 那一樣他有筆記功能 那我這邊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你要做的是手寫筆記該怎麼辦 因為我們早上都是用一般的文字式的筆記嘛 那手寫筆記他是搭配我們的 截圖 就是我們抓圖的部分 你可以按一下 按了之後他會告訴你 他目前有支援的就是這幾種瀏覽器 你應該知道IE沒有人要用的嘛 所以不要說有沒有IE的 因為蘋果也有啊 對不對 搜尾就是蘋果的嘛 所以這幾個都OK 那以我這邊來講 就Chrome的 但是留意一下 如果老師用訪客帳號 很抱歉 不能用這個功能 訪客的他沒有這個功能 那他是一個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按一下 新增 有沒有發現我們右上角跑出一個 OneNote的LOGO來了 這樣就安裝成功了喔 所以你看我再把它重整一下這個頁面 如果我要做 這個圖 那個影音的也可以做喔 好 你看我在這邊 按一個熟寫筆記 有沒有把畫面拍下來 有沒有看到 好像有點熟悉的工具 剛剛在做塗鴉的時候有沒有這個 有 對 所以呢 你現在就可以在 你現在這個頁面裡面 你來這邊加上 喔 我就是這個地方要注意按提交 你看一下筆記 有沒有那個圖文式的筆記在裡面了 就這麼簡單 你都捲下來 因為你的問題可能是在下面嘛 你就捲下來再按一下 就抓這裡 這樣 好像不用那個抓圖軟體也可以做嘛 對不對 提交 有沒有第二個筆記進來了 這樣有簡單嗎 哈哈 其實我們用這種方式有個好處 因為怎麼樣 筆記跟教材在一起 你只要知道教材在哪裡 筆記就跟著來 很多時候我們常常做了筆記之後 就不知道丟到哪裡 不然就對不起來 對不對 所以這樣也有好處 所以這是第二種類型 順便跟老師提一下 OneNote有這個工具 有這個工具 這個工具 除了這個 我們待會兒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所以等一下 如果老師您是用一般帳號進來的 你可以把它裝起來 可以把它裝起來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看了兩種類型了 應該說三種 影片 兩種 網頁文章 另外 來自Google文件的行不行 當然可以啊 它既然跟Google整合在一起 你只要是雲端硬碟上產生的 有沒有這個時候在Google文件上的 你一樣可以看啊 是不是都一樣可以看得到 嘿 所以現在老師的教材數位化 千萬不要再做網頁了 再做網頁列遊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網頁越來越來越做 因為現在的網頁必須要兼顧到不同的什麼 平台 然後呢 還要 我們現在都強到RWD嘛 叫什麼 自適應網頁 或者叫做那個 那個叫什麼 嘿 就很麻煩啊 你要兼顧很多東西 所以網頁 交給網頁設計師就好了 因為我另外的工作就在做這一塊嘛 哈哈哈哈 好 再來 簡報行不行 當然可以啊 請問這樣有沒有簡報進來了 第一張第二張 有沒有 還有筆啊 這是Google簡報喔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喔 PDF當然也可以 沒有問題 是不是都看得到 嗯 都OK齁 那我們再往下看 還有什麼 剛剛有沒有用互動擺板 有啊 這也是Google的應用啊 Google繪圖啊 再來往下走往下走 雲端硬碟可不可以有影片 如果你的影片不是 就不好意思放到YouTube上嘛 因為有些人覺得說這樣 就有版權問題啦 或者是說就是 欸你不希望太過公開 你可以放在雲端硬碟上 雲端硬碟上的硬碟也一樣 那個影片一樣可以播 這樣有看到另外一個老師 廖老師了吧 現在來做那個 先看一下這點 知道OK嗎 所以 如果你是來自雲端硬碟上的影片 也可以播 可是雲端硬碟的影片 就沒有像YouTube那麼多功能 他看了那些紀錄啊 那些就沒辦法 因為那些是YouTube本身提供的 YouTube本身提供的 再來 微軟的POWS PPT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只是他的瀏覽介面 就沒有像那個 那麼方便 他就變成這樣一頁一頁的 這樣OK吧 所以 這裡還有Word檔 Word檔一樣可以看 當然一般Office系列 大概92% 95%以上 應該都沒有問題 除非那種比較複雜的 比較複雜的 可能就叮噹別論 尤其是一些什麼 表格類的 是最容易跑掉的 最容易有差別 不然的話這些 這樣看都是OK的 那麼另外像這個 其他的這種 我們的簡報 簡報也可以擺在裡面 這個是直接連到什麼 雲端硬碟 那個資料夾的 也可以喔 你有沒有發現 我是連到某個資料夾 點下去 是不是就 雲端硬碟的那個 影片就跑出來了 你資料夾也可以喔 所以其實有那麼多種的方法 讓老師去看一下說 我們教材的類型 就可以有這麼多 這麼多 那看完這些之後 老師有沒有信心 要可以建立自己的 因為你手邊應該有很多教材了吧 對不對 這麼沒有信心 沒關係 我們先看完之後 我們待會兒來看看 怎麼樣建立自己的 好不好